中国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我们先来谈一下你到中国两次出访 去年和2015年 你携代表团到了陕西省和上海等地 中方的代表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有关发展贸易值得指出的一点是 任何商业往来都需要建立关系 并且开展面对面的交流 建立面对面的联系非常重要 举例来讲 我认为有一点对促进内布拉斯加和中国的关系 非常有帮助 内布拉斯加人和中国人都注重家庭 重视努力工作教育 我认为双方的这些共同点 能帮助我们在互惠互利的目标下 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从你的经历来看 内布拉斯加能够提供什么 是中国市场最需要的 我们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 发现食品保障 食品安全 增加食品产量 以及保护自然资源 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这些同样是我们内布拉斯加人关心的 我们能够通过信息交流 帮助中国人民解决这些问题 举例来说 在农业方面的交流上 我们协助建设了一个试验田 也就是杨林的农业示范项目 这样中国的生产商 可以看到美国的农业科技 看到我们使用的设备等等 另一个有潜在兴趣的方面是灌溉 内布拉斯加有美国最大的灌溉系统 有超过800万英亩的灌溉面积 事实上 美国四个最大的 输轴灌溉设备生产商 就在内布拉斯加 他们共占了大约80%的市场份额 灌溉技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中国人也许可以观察一下 他们或许能够通过使用我们的灌溉设备 来提高生产效率 当我们2016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 在我们几个不同的会议上 有数百位中国的商务人士参与 他们希望了解内布拉斯加州 其中的一个活动上 我们与不同的经销商 签署了七个备忘录 并达成共识 如果中国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的话 这些经销商将独家经营美国的牛肉 因为我们内布拉斯加有世界上最好的牛肉 显然川普总统做成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上任后能够与习近平主席协商 对美国开放中国的牛肉市场 我也有聚会 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肉类加工厂一起 将美国送往中国的第一批牛肉装箱 之前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 他们寻找有能力提供肉圆可追溯的牛肉加工设备 我确认当他们看过我们州的厂房以后 就像奥马哈牛肉加工厂 为他们提供了协商这项开放牛肉市场的贸易协议的信心 有关您和川普总统对于牛肉出口到中国的对话 是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下 您和川普总统第一次提起牛肉出口到中国的事情 当川普总统作为候选人 在选战中获得了共和党人提名以后 紧接着就来到内布拉斯加州 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谈了45分钟 涉及到很多议题 第一个议题就是贸易 以及贸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内布拉斯加 我们的顾客95%在州外 为我们的州的发展 我们需要将产品外销 如果能够做到对我们来说 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 我特别提及中国市场 尤其自2003年起 他的市场一直对我们的牛肉关闭 在那次谈话过程中 他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他走出去到集会上 说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中国市场 他倾听了我们的谈话 并进而转化到他的公开言论 支持打开中国牛肉市场 这当然很棒 他已经履行了诺言 在白宫的美国制造周上 川普总统说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解除 美国牛肉进口中国的禁令 在您看来他这么说何礼吗 已经有很多工作为这个项目做铺垫 但最终还是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会面 一起将这个协议谈下来 而这体现出川普总统的口碑 他的商业智慧和达成交易的能力 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事 现在市场大门已经打开 这将取决于内部拉斯加州的公司 能不能够利用机会 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让中国的消费者知道 为什么要优先采购内部拉斯加牛肉 在任何市场活动里 这都是挑战的一部分 因为你会遇到竞争 所以这确实需要内部拉斯加州 本土牛肉公司去努力 我们内部拉斯加州政府也会支持 例如我们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贸易办公室 帮助我们州的人建立联系 可能也帮助做中文翻译之类的事情 当然我们会继续组织贸易代表团 向中国宣传我们的产品 例如牛肉 这也能够提高内部拉斯加州 牛肉的世界知名度 但最重要还是这些牛肉公司走出国门 去中国市场和其他产品竞争 在内部拉斯加州 我有幸和一些小型生产商进行交谈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担心 这个贸易政策将会改变 人们对牛肉价格的印象 引起牛肉出口产业的整合 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内部拉斯加州是美国头号牛肉出口州 我们每年出口11亿美元的牛肉 到世界其他国家 当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 正在寻求高品质产品 例如美国牛肉 如果我们在中国能够占有 跟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市场份额 这对内部拉斯加州生产商来说 就意味着潜在的2亿美元的额外销售额 及接近20%的增长 因此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一起努力致力于打开中国市场 对州里的生产商来说 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 我认为从各个方面来说 打开中国市场 对牛肉生产者来说 也是个机遇 尤其考虑到出口中国的牛肉 需要具备可追溯能力 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将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 同时也意味着技术创新 也将更加重要 小型和大型牛肉生产商 或许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与其他各州相比 内部拉斯加拥有一院制州立法机构 你觉得这是内部拉斯加州 成为牛肉出口贸易的开拓者的原因之一吗 是的 我认为其中之一 就是本州独特的一院制立法体系 确实我和其他州的同事聊过 对于内部拉斯加州的一院制和五党派特色 我们的两极化现象更少 而且大体上说 内部拉斯加州有着协作互助的历史和传统 作为一个当年新开坎的州 我们的前辈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生活非常艰苦 所以他们必须要相互协作 才能够生活 正如你看到的 内部拉斯加人民合作解决了 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 谢谢 谢谢 謝謝